I know I'm this idealistic, chill, sex icon I feel empty inside You shouldn't be here, you're a filter, you're not real They don't know that Stop that Stop what? That, it's stupid Stop fling 我不想闲在那边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做一些自导自演 挺好的 另外我还自己写一些剧本 最近一个剧本 我是其实四年之前开始写的一个剧本 就是就十五页 说是两个女性的律师的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的话 拍一个短片 剧一个短片 对 那个剧本我就是上一个 上几个星期前 我叫了一些朋友来做一个table read 就看一下feedback 或者说是由真人去说那些台词的话 有没有这个感觉 然后table read做完之后 再做了一些修饰 然后就把它投到各种screenplay contest 所以我最近我就说要自己 我建议你也去投那个Rising Voices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是一个program 它是也是收据本 选定的话十万美金 叫什么来着 Rising Voices Rising Voices 我倒是不知道 你倒是发给我 我倒是把信息发给你 好的好的 它因为它是跟那个工作有一些关系 它会每一年会有一个主题 但它的主题并没有 它不会框使你 就非常开放的 好的好的 只要有一点关系就可以了 你这个律师跟工作也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投资方就是Indeed 绝对有关系 对 我有演其中的season2的一个片子 是吗 所以我知道我们那个片子 跟它的主题其实就没有那么 真的就很松 我这个片子的话 主要的主题就是说 这个两个女性 就是职业女性 对你说律师肯定就是 它在情感上有问题的时候 两个人还是就是 同时的都会去选 它的职业 这个主题我觉得这个题材很少 法院里面两个人是 就是对立的 然后在生活中两个人也是对立的 为什么会是对立的 就一个是 一个是 哎呀 控方一个是辩方 就是他们经常会遇到 在同一个案子里面 对 代表不同的 代表不同的 然后然后他们个人生活上面 也是就是说这个 我的这个角色 我就是写了一个Asian American的律师 我的这个角色 他的我的前男友 现在在date 另外这个女生 对 所以他们也算是情敌嘛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两方面都是 都是敌对的状态下 但他们 但他们在 一个酒吧里面偶遇了 然后两个人还是 就你的Rate上面的那个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放到上面 那个也在说 那个 那个那个是 那个很小的一个东西 我就拍出来了 这个也是你自己写的 我也是自己写的 对 对这个这个短片的话 它是就是说 两个人在 在这种情况下 发现还是 两个人还是有很多 相同点的 然后两个人 就是说 不是说成为朋友朋友嘛 但是两个人还是 互相鼓励对方 能够就是 继续继续 专注他们自己的事业 对 还挺正面的 很正面的 Women empowering 你记住那个 我到这也发给你 真的挺好的 你 他每一年投十个片 每一个片十万 所以他每一年 有一百万投进去 十万好多钱啊 他是说说短片吗 对 短片的剧本 而且很快 他的结果非常快 就是每一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开放 他就告诉你 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后截止 大概十一月底 十二月这样就截止 这一个月内就投 投的时候 他是只要你投十页的剧本 但拍是拍十五页的 我不知道他为啥要这样 然后大概一月份 到二月份就公布了 就结果就算 那现在已经错过了 这是Season 3就是过了 已经拍完 我认识了好几个 他们获奖的 他们刚刚拍完 现在正在做后期 马上六月份 就上那个纽约的 TREBECCA 电影节首映 OK 这个都是他设定好的 一定上的 这十个片都会上 那个电影节 我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去年 那个片子的话 那一季的话 还多了一个环节 就是他还放到商业的电影院 放在大片的前面 哇 好好好 对 这个特别好 你现在 今年的话就是 东亚裔就是 我们东亚裔就有五个 五个导演 然后华裔 华裔有三个 哇 这么多 对 就这三届以来最多的 之前有大概两个这样 现在有三个 然后东亚裔有 他是有色人种 所以白人不在里面 所以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他们这个 这个production 这个公司 也做了很多 别的片子 他们挺在干事情 好 那个记得 好 聊一下你拍的这些 so on the screen yeah oh damn you and I'm engineered to have the more popular looks fine camera is yours hi my name is young song cast me maybe in my filter face 对 filter face filter face 对 对 它就是filter face 因为我就是 我自打 疫情以来 就是在tiktok上面 就看了好多好多 东西 然后发现 就是它有一些 就是说 把你的脸变得 一般说 美容的那种filter 但那个filter 就是做得特别 特别到位 就是一般来说 就没有那么过分 是吧 它 大部分的filter的话 它就是在你圆的脸上面 就是画眼睛啊 画嘴巴 你如果把手放在嘴巴前面的话 你会发现手上面有个嘴巴 但是这个filter的话 它就是做的 人工智能就做得很好 所以你就是能够 跟这个脸来互动的话 就觉得像真的一样 然后又是特别那种 美国现在比较潮流的那种 性感的装 然后我那天就是 发现这个 我就觉得很搞笑 灵感啊 然后我就说 如果这个filter去 去试镜一些角色的话 肯定会拿到 我自己拿不到的那种角色 然后我自己又是 又是喜欢 而且这又是 疫情的audition的一个特点 是吧 对 疫情audition 大家都是remote嘛 对对 所以你用这个拍 对 看不出来 人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拍的 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比较搞笑的 一个场景 所以我就 我就灵感来了 就自己就拍了第一集 然后 然后大家反应就特别好 说这个很好玩 然后就比较 比较让你能够就是 provoke thinking 然后 然后我就说 那我在那边 就特别特别兴奋 然后发现又来一个灵感 然后就又拍了一个 现在拍了几集 现在拍了 正式是拍了两集 然后有一个就是完全就是 一个很小很小 就是一个back and forth 一个对话 很短的一个 那个算是 算是第三集 其实我现在后来的话 近两天又有一个新的灵感 所以说再继续拍 我就是因为 最近的话 还是不同的灵感 很多嘛 我自己同时又是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小诗 就是说妈妈的一个诗 诗 嗯 用英文写的 然后 那个话 我自己 自己做了音乐 不是说做了音乐 找了配音 自己配了音 然后 然后找了音乐配上去 然后再是 你做的东西都是 不光是文字 或者一个想法 你是都 最后要变成成品的 都是变成成品的 对 然后我自己 再找了很多那种 stock footage 然后把它 弄成像铅笔绘画的那种感觉 然后就是 这样 就相当于一个 visual poem的那种感觉 那个做 做完了之后 我发现 哎呀 李母亲节还有好多 好久 就不能够放出来 哦 这个歌 妈妈 那时候要先礼 先给妈妈 对 所以我就说 最近还是做了 很多不同的 不同东西 包括你刚才说的 那个 跟一个女生 哦 那个 女生一块拍的一个 一个就是 就是我自己在 在 我就说 我想拍那种 角色 就是比较gossip的 那种角色 然后 一般来说 这种角色 学生片是不会拍 学生片是不会叫我的 然后 你自己再去 找这种角色的话 很难找 那我就说 我就自己写一个嘛 就很容易 很容易写一个 小的一个场景 然后写出来 我就说 哎 我就是 刚刚认识一个 新的朋友 我说 哎 我们俩 在一块拍了吧 然后就是 拿手机这样子拍出来 然后我自己因为 自己搞摄影 那是手机拍的 那是用 iPhone 13拍的 然后我自己有摄影的话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 设备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一块就拍了 然后我再自己剪辑 再自己放了一点音乐进去 对 像模像样呢 我以为是你拍了什么电视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李柯生 李柯生 然后又会写诗 又会写剧本 又会演 对 李柯生 我觉得李柯生最好的一点 就是学东西 你就是不怕学东西 学东西 自学能力强 自学能力 然后这种规划性也强 对 然后就是有 对 程序是吧 对 哪个先哪个后 对 怎么达到目标 其实我觉得写剧本 是非常理科的那种 对 它是技术活 它不是 因为剧本它 确实不是那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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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就没有那么文学 它是 它是 它的文学 是 是你在人物的设定 对 它的结构上 它不是文 结构非常非常理生 我那时候李柯 我自己写了一个 写过一个 Fullens的一个feature film 哎呦 我发现这种 不同的小的场景 人家说要拿这种小卡片 把它都给写出来 plotline 然后就好像好 好复杂呀 包括我自己写的 那个是 对你来说好 可以在电脑上这样排放 就很复杂 程序 编个程序 都比这个容易 当然你编程序 你也需要自己把那个 叫什么架构 给自己先做出来 就是你们最擅长的 就是这个 对对 把结构搭好了 我就说这个结构搭了 我好累啊 对把人物也放进去 这个剧本就做了 对是这样子 但写剧本没有这么容易 写剧本我觉得还是 还是很难 因为我那时候要自己拍的 又想做的一个是一个 fantasy的film 那他自己就有一些那种 描述的东西 描述的东西 就是说world building 美国人说的world building 就是说你这个人有 我就是写了一个巫婆的角色 那他巫婆他做什么东西呢 他什么样的巫术呢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其他的人 懂不懂巫术呢 你说这是一个 配远的村庄 这配远的村庄 怎么样偏演法 就是所有东西都给构架出来 然后我觉得 好负载呀 最后当然你写剧本 写一个长篇 或者多 比较多新的东西 你就成了 这一方面的专家了 因为剧本的话 那时候也是 也是没有 我没有正式 就去上剧本的课 但是自己看了好多书 然后还是要靠自己学习 包括现在 我就念剧本念的不够多 我现在唯一的优点 就是因为做演员的话 念了很多剧本 但是包括那种话剧 也是包括念剧本 但是说其实还是 需要去多念一些 就是说Fullend的 那种长篇的剧本 念还是读 看 看的 读 就是因为 你是说读吗 不是阅读 阅读 阅读这个剧本 因为你 就是说你在 你拍出来的成片 你看出来是一种感觉 你自己去看 原先的那个剧本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剧本的话 包括怎么样描述这个情景 怎么样 怎么样描述这个人物 让这个人物就是从 你是说去阅读一些 多一些剧本 是做一些 比较吗 拿片子 就是也是一种学习过程 就是比如说 现在已经看到的电影 然后你拿一个剧 拿它原来的剧本 来去看它怎么 画面这么表现 那它是这么写的 对对对 像我其实很 很有兴趣的 就是比如说 everything everywhere 这部片子 它的剧本是什么 因为它最后剪辑出来 就特别复杂 我觉得它这个剧本 应该跟现实 就成片会差距很大 会差距很大 问题是我现在都找不到 它那拍摄剧本 我找到的是 它原先的一个剧本 你看了就不一样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它主角不是这个女性 主角是男性 对对 就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一个一个剧本 但是我没有找到 它是真实的拍摄的剧本 这个它其实就是一个 draft 网上我们能找到的 网上你就不是说 每一部片子都能找到的 有很多片子 它能够找到 我说每一部片子 对 我自己 我看那个 The World 我就马上又找到了 那个也是很新的片 对对对 要看的 但是说大部分片子 我都能找得到 就是很奇怪 这个 我看了有一些 少说的一些剧本 确实跟电影 就几乎是一样 是不是它后面 又为了满足别人 想要去找剧本 而去调整成那个 跟拍摄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有些剧本 它是我觉得 相当于成片的翻译的 那种 对对 翻成剧本 有可能是 特别是你 这种特别 特别流行的大片的话 它会绝对是 因为它知道 有很多人会去找 这个剧本来看 对对对 那它目的 并不是说 你要original 就是看 对 包括一些那种 演员做的动作 什么的 我觉得你 对 当然是写剧本 你不会写的 拍摄的剧本 一本一模一样 对 你拍摄的剧本 会有一些出入的 因为你演员 他有些好的演员 他会给你 性的发挥 对对对 你就作为一个编剧的话 不应该把这些都写得那么死的 对对对 还有剪辑又会 剪辑又会再第三次创作 我就说编剧是第一次创作 导演是导演和演员 整个剧组那是第二次创作 最后剪辑第三次创作 做出来东西 就像我拍的马克西 那一个场景就完全被掐掉了 对吧 但是我就说最后的话 的确是将会比较紧凑一些 嗯 那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决定 嗯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你 你就说剧本跟最后拍出来的东西 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弱 是的 那你摄影又是怎么学的 摄影又是另外一个 嗯